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坐時矛沙 李克強入住的上海東郊賓館內幕 悼念李克強蔓延 民眾留言 王八蛋終究會滾蛋 上海封城期間為民發聲 季孝龍僅獲刑4年半 以精英與哈馬斯相戰 投碉堡克星炸地道 美中將指導 川普若當選 將重新實施對伊朗等七國旅行禁令 歡迎來到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29號 星期日 亞洲時間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坐石矛沙 李克強入住的上海東郊賓館內幕 李克強在上海東郊賓館突然出事 目前官網之前 即日起至11月7日暫停營業的通知已被刪除 但大紀元記者發現 預定房間只能從11月8日開始 記者又制定該賓館的游泳館也被告知 至11月7日為止 因為整修無法營業 一名女工作人員說 游泳館30號開始換箱子了 游泳不太方便 11月8日開始正常營業 這是要滅忌嗎? 大紀元記者28日專訪旅美上海企業家胡立任 披露了東郊賓館內幕 胡立任擁有多重身份 包括投資銀行專家 產業經濟研究專家 高級職業經理人 以及培訓教師 他流亡美國的原因之一 是曾因淘寶供應商提供假貨而遭受困擾 他的經歷讓他深刻地了解了中國政府的體制和問題 東郊賓館是上海市政府的接待中心 曾見是江澤民的養老處 相當於中央在上海的釣魚台國賓館 胡立任爆料 江澤民在養老期間曾被軟禁 所有行動都受到嚴格控制 需要習近平中央審批 江澤民要到浙江寧波去一次 或者他要到老家去一次 全部要报到中央審批 上面的领导同意你去 你才可以去 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就是软禁 你不能随意走 不能随意跑 在共产党的内部 你公安做得越大 越是被软禁 这些消息都是当时负责江澤民安保工作的张姓朋友告诉他的 朋友当年也是上海市政府保卫处的负责人之一 胡立任认为 李克强也可能是被软禁 怀疑他可能中毒身亡 东郊宾馆 上海保卫处的人连门都进不去 全部被北京警卫局接管 共产党内部的事件不是我们正常人所能想象 太黑了 他就是一部内斗史 医师出身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三年前曾说过 按照20年前的台大医院的技术 没有心脏 没有肺脏 没有肝脏 没有肾脏 没有肾脏 没有肠胃道都不会死 因为装液可膜取代心脏 肺脏功能 每天血浆交换取代肝脏功能 每天洗肾取代肾脏功能 每天打高静脉营养不用吃饭 三个月不吃饭都不会死 悼念李克强蔓延 民众留言王八蛋终究会滚蛋 李克强过世后 其位于安徽合肥的故居前出现排队献花的人潮 相关悼念活动已绵延至河南省会郑州市 以及李克强在安徽楚州市定远县的老家 郑州民众 周六晚间在郑东新区中央公园的如意湖边 摆放李克强的巨型遗像和标语 有现场民众高喊 同心有爱 人民拥戴 李克强总理一路走好 郑州人民缅怀您 根据X账号 李老师不是您老师收集的网友留言 不少人以不点名习近平的方式怀念李克强 表达对当今执政者的不满 如精心策划的崇拜 不堪一击 发自心底的爱戴 坚不可摧 为六亿贫困人发声 不会忘记你 长安街没有地方 就来红星路 长安街给不了的 我们合肥给了 等等 此外 不少民众还在花束留言中写上了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人在坐 天在看 等李克强生前名句 还有人留言 王八蛋终究会滚蛋 当局针对相关言论的管控也在加强 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 目前已限制相关影片的浏览和网民留言 上海封城期间为民发声 季孝龙近获刑四年半 去年上海封城期间 上海居民季孝龙因多次披露风情实情 及要求政府放宽封空措施 周五27日被上海法院以巡选滋事罪被判刑四年半 季孝龙早在2018年因在网上批评习近平治下的乱象 呼吁厕所革命而被判三年半刑 2022年2月才获释 在去年4月至6月的封城期间 他继续通过网络要求政府体恤民众 然后于8月被刑事拘留 直到今年3月被正式起诉 以精英部队与哈马斯巷战投碉堡克星炸地道 英国《金融时报》29日报道 以色列军队已控制加萨阻廊北部大片地区 伊路撒冷优报则指出 有网络视频显示 以色列军人在加萨升起国旗 为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萨后首舰 有报道指出 以色列空军投掷碉堡克星钻地弹摧毁哈马斯的地道网 钻地弹的第一枚弹头会炸出一个洞 第二枚弹头穿入地下摧毁地下防御工事 同时 以色列特种部队袭击加萨市的港口 哈马斯则向以色列发射一波又一波的火箭攻击 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 距离火箭发射地点很近 近到可以被火箭照亮 证实哈马斯会使用任何建筑物作为掩护 加萨地区电力 网络和手机中断 是以色列地面入侵开始的最重要讯号 以色列国防部负责与巴勒斯坦人协调的 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官员葛伦 在线上简报会说 未来一周我们计划大幅提高援助量 我们已在加萨走廊南部 该由尼斯底区划设一块人道区域 借以撤退的平民去这个区域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以色列一直在推特公告要平民去这个区域 有一周左右时间 以色列每次模拟进攻 哈马斯被迫使用地下通道来补给武器和人员 以色列则借此机会使用雷达和热成像技术 发现这些地道 哈马斯拥有2000多条地道 总长超过500公里 以色列的战斗行动 通常涉及近距离直射火力掩护下的步兵袭击 彻中于侦察和火力点测试 美国军事顾问格林中将提议以色列将加沙划分为小块 使用装甲推土机铲平哈马斯藏匿地点 并通过雷达来发现并封堵通道入口 他们还采用海绵炸弹等手段将哈马斯 从地道中赶出或关闭通道 尚未采用火焰喷射器 但以色列使用可穿透6米厚钢筋混凝土 或30米厚土成的美制钻地弹 以消除地下通道 川普若当选将重新实施 对伊朗等七国旅行禁令 法新社报道 川普对出席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年会的群众说 我们将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赶出我们的国家 你们还记得旅行禁令吗 我会在第一天就恢复我们的旅行禁令 川普在2017年就任总统之初 便对来自伊朗 利比亚 索马利亚 叙利亚 也门 伊拉克和苏丹的旅客实施全面入境限制 这项禁令被认为是针对某个宗教团体的歧视 很快就在法庭遭到挑战 但这项禁令与川普的强硬反移民政策 却广受他的支持者欢迎 拜登在2021年上任第一周就撤销了这项禁令 阿波罗网奉频道视频今日内容是 中共乱套了 竟然没抗议 北京香山论坛缺防长 两中央军委副主席见外宾 李克强游泳死可能性不大 加萨人没得吃 哈马斯隧道囤满物资 可再占4个月 阿波罗网报道 以色列进入加萨最新消息 本期见